今年以来,整个GPU市场可谓是强震不断 前有NVIDIA核弹GPU H100正式发布 后有英特尔ARC瑞旋独立显卡横空出示 而AMD自然也是不甘落后 于近日放出了专业级显卡Instinct MR210的相关消息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作为AMD Instinct MR200专业加速卡家族的新成员 Instinct MR210早在上一月就已经正式公布 虽AMD此前公布了其的部分规格参数、显存容量等信息 但并没有放出其的确切价格 原本预估在3月的上市时间也推迟到了现在 而在近日,根据日媒Rscorp的报道 专业计算卡Instinct MR210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日本市场发布 具体来看,在规格方面 专业计算卡Instinct MR210采用了针对于HPC高性能计算 AI人工智能的全新CDNA2架构打造 为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但与顶级计算卡MR250的双芯设计不同 MR210仅为单芯设计 同时由于只有单个GCD工作机群 所以MR210的128计算单元也仅启用104个 共计拥有6656个流处理器 不过相比RX6900XT来说 其的流处理器仍然是多了1536个 核心加速频率为1700MHz 但在显存配置方面MR210就十分夸张了 配备了未宽为4096bit的64GBHBM2E显存 其实是前辈M2100显存容量的两倍 性能相比也有40%的提升 此外,MR210的显存频率为1.6000Hz 带宽高达1638.4G每秒 并且也还支持了PCIe 4.0×16通道 具备2-4条Infinite Fabric互联总线 但需要注意的是MR210仅采用了单8PIN辅助供电 并未配备任何风扇 采用的是被动式双插槽散热设计 整卡的TDP功耗为300W 然而在性能方面 MR210的FP16运算性能为181T浮电 与上代MR2100基本质品 但其的FP32运算性能达到了45.3T浮电 FP64运算性能达到了22.6T浮电 二者相较于MR2100均有96%的提升 除此之外根据AMD官方表示 在针对高性能计算时 MR210在HPL QuickServer等高性能运算测试时 完全碾压了NVIDIA的A100GPU 领先幅度达到了30%到110% 同时MR210还支持了AMD ROCM开放软件平台 可以为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提供顶级HPC高性能计算和AI人工智能支持 至于售价和发售时间 根据AskCruber的消息显示 AMD Instinct MR210的预期售价高达20878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04122元 将在本月底在日本市场率先开手 一张卡的价格完全可以购买一辆汽车 属实是从售价上就隔开了与我们这些普通玩家的交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款GPU的定位是高性能运算领域 与我们普通游戏玩家没有什么关系 但其搭载的新兴技术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说不定哪天就下发到游戏前卡上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1300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